六月份嘛,就聊聊工作系列吧 话说影片第二季也将在七月推出了 在第一季中,如果不只有单纯拜祷在八神小姐和其他妹子美好的互动下 多少也会从里面发现一些很重要的准则 正常来讲,你想成就一件事情一定少不了努力 对工作上坚持职业道德,在人世上保有人品美德 但是你知道吗,努力不光是努力而已哦 讲求聪明的努力才不会做太多白工 职业道德固然很重要,但有时候在道德上可能需要一点弹性的延展空间 人品美德也是品性操守最基本 也会影响到人员和其他人对你的基础评价 但凡是要经过大脑掌控好分寸 例如说,若你觉得发生这件事情的因果啊,跟对方比较无关联 你想要讲实话是可以的,但稍微修正一下讲法 不要讲那种可能让人误解或无意间牵连到他人的话 幸运遇到强大的前辈的话 请多听,多看,多学,少抱怨,少批评 已经是基本的常识啦 批评这点嘛,不管在什么场合谁给人评比都是蛮忌讳的事情 所以嘛,这件事情就少做吧 总之在整个夏天,我当前最期待名单之一就是New Game第二季啦 下班后能暂时沉到这里面啊 看着这些萌妹子开发游戏的上班情况 真是疏解上班的压力啊 尤其是超一看日复美的很远深的 就算今天你被主感狗干了一天郁闷的钥匙 看到他们整个瞬间就疗愈啦 这太幸福了 放眼望去,到底哪间公司才有这么多好前辈和年轻姐姐当同事啊 这种环境真的太理想了 还是幻想幻想就好了 这集大概就聊到这边咯 祝福各位职场顺利,别忘了安全第一 我是红,咱们下期见,拜拜